这是在我家附近的一个社区 这个社区的房价全部是在300万美金左右 有山井的 像这对面的有山井是在300万美金以上 这边的是在因为这边没有山井 这边的价格是在250到267的样子 都是3500到4500 之间的这些房子都是3500到4500之间 大小 无限的新房子我看了一下 卖家是在300万和270万 两个那种格局 好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 美国是12年进入2015年来美国三年 2015年就是我来美国已经满三年了 到美国刚开始的三年时间 我是基本断绝了 和归类很多亲友的一个联系 因为人性 我一再强调人性 闲贫爱富 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 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 中不走清 腹部还乡 当一个人在低潮的时候 你只有自我强大 你不要幻想谁能改变你的命运 别人能改变你的命运 那是不可能的 你只有自己不断的去强大 三年的一个折服 三年的一个潜心努力 这个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你能够忍受寂寞痛苦 非得说艰辛 这个都是每个人自己必须去承担的 比如说刚到美国这三年 我是完全的潜心下来 去发展自己 运作自己的一个目标 坚定的前行 首先第一个写着 这是一个很重中之重 因为写着是我的一个优势和长处 通过记录美国的生活 能够完成一个人们关系志愿的搭建 三年的一个纪录 可以说是失下了我的很多的一些目标 三年时间写文字 写了五十到一百万字 涉及到旅美即使 发售美国买房 还有一些论述性的很多文章 在网络上可以说大面积的发酵 有很多还有读者认为 我是一个写作的一个团队 在操盘 实际上是 背后都是我一个人的辛苦的一个在付出 方方面面的文章 这也是过去 因为在来美国前三年 我就在前行研究怎么来写这个文章 怎么能够把文笔练好 怎么能够让读者喜欢读我的文字 在来美国前三年 我就在做这方面的一个布局和研究 所以说来美国前三年 第一个目标就是签心的写作 第二个就是怎么去转型 通过写作完成了大量的一个人们资源关系的一个打减 我怎么去通过写作去变现 通过房产这款的 因为有很多粉丝读者 他们有需求来美国买房子 那么在2013、2014年完成了一栋房子成交 2014年完成了三栋 到2015年就完成了七栋房子的一个成交 关键是方方面面的 那是实际国底的一个读者粉丝 当时是用QQ号 当时有微信 和我取得联系 而这些读者对我的整个的一个 知道我在美国的一个发展 第二个知道我发展在哪个阶段 那么他们也知道我不懂英文 他们也知道我是谁来美国 非常不容易 或者说一切他们都了入执掌 那么他们凭什么还要找我买房子呢 我相信一个是我的真诚 第二个是我的一个着实是靠方法的 因为他们要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 真诚的 这一个房产经纪人 至于懂不懂英文 它是在其次 因为大家都知道英文是一个工具 英文我们可以通过翻译来解决 不是说一定要完全去懂英文 才能去做干成某一件事 英文它只是一个工具 我也在强调 所以我的那些粉丝我的那些读者 他是非常的能够有清醒的认知和理解 这是我没有去可以去掩盖 我英文不好 我不懂英文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是很虚伪的 因为我们要明白客人要的是什么 这买房的客人要的是啥 他要的根本是第一个我做的信任 第二个 专业不是一定要懂英文 因为专业这个东西 讨英文没有关系 在前面我给有一个兄长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于是刚开始的时候 当时买了一栋房子 当时159万买的 现在已经涨了300万美金了 这个是肥宝比较高的 这个社区 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都还是不错的 再继续说回来 所以说通过三年的一个写作 目标比较明确的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第一不该干什么 第二不该干什么 三年的一个折腹和发展了 三年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努力 所以说在2015年就出现成效了 2015年整个就实现了 其他房子的交易佣金就有10多万美金了 当然因为当时还是和人家合作 我会给将我的佣金分40%给那个和和人 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能力去雇一个专职的助理 还是与人在合作 实现这种分层的那种模式 当然进入2017年过后 我就到2016年 一流年我就开始雇自己的一个专制助理了 因为我有稳定的收入过后 收入不上去过后 我就有那个能力了 这就是一步一步来的 然后是没有一错二就的 很多东西想一步到位 特别是这个创业是什么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经历很多的一些艰难险阻 会经历很多的很多东西 也不是那么完毕完善 但是只要一个过程 创业要想一错二就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涨合 你再去创业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缺哪些因素去整合去组合 去找到了一些弥补的一些我们需要的因素 在世界上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 这个在他们看来不可能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在不断地去进行一些资源的一个整合 怎么去实现成功 那么就是将很多因素 去把它叠加在一起 去达成一个成功的一个目标 因为我做事的一个原则就是 我们要衡量这个事能不能成功 我们怎么来成功 成功是在于方法 那么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 有很多因素 我也是非常清楚是不具备的 但是我们可以去找那些 我们需要的因素来把它组合在一起 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一个目标 这也是在美国这三年 我第一步通过写作来完成人们的资源关系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有了人们的资源关系了 我们怎么来找到出口 我选择了一个房产行业 因为这个行业对我来说 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很佛果的性格 因为我不是太喜欢和人家去讨价还价 这是第二步 我们找到一个有了粉丝 第二步要找到一个出口 第三步怎么去 那么我们还是很简单 粉丝找到我们了 你能不能搞定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就是一个做人的人品 你做事的一个方法 你的智慧 你的能力 你才能够整个一个链条 从读者到粉丝 通粉丝到客人 我们从客人的载道达成一个交易 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不这么容易 因为经历了很多东西 很多人经历了才知道 其中所经历的一些艰辛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扯的这么多 每个十二年 这是今天的十九期 好不好 感谢大家的一个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